连科技玩家都不敢用的定级武器来了 使命召唤中有那么一把武器 全世界将近100个国家都在用 被称为当今世界六大名枪之一 它就是美国的M16 游戏中的是它的改款M16A4 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标准武器 口径5.56x45mm 长度1000mm 重量3.4公斤 可半自动可三连法 颜值一直很在线 什么叫三连法 就是科威亚班机射出三发子弹 简称一箭三连 懂了吧 懂了就好 但是你会发现这部枪在游戏中的存在感并不是很高 你看别人直播 基本也看不到有主播用这把武器的 你说他拉吧 他其实真不拉 因为三连法伤害还是蛮高的 不过 也正是因为三连法的属性 给这把枪判了死刑 除非你这三连法强到离谱 要不然只能压枪底 而今天这期视频神经哥的目的 就是给他来部定级改造 让外挂玩家都对他望而去不 首先枪托不能改 因为我最早辨识M16就是看他的枪托 就像是一块肩胛骨啊 牢牢的顶住肩膀 枪管选择292毫米卡边罩筒枪管 属于是高速可靠的短枪管 这样一改你会发现 这副枪的比例有一种奇葩美 枪口选择3DP宽口消音器 这是一种3D打印而成的消音器 短而粗一看就很定 下挂选择埃斯坦文摄两脚架 背镜选择卢卡班的拉瞄准镜 倍率可在3.7到8倍之间调整 最后啊弹霞换成15发小型弹霞 15发还想击碎敌人的三块护甲 加击倒啊做梦去吧 从上所述你会发现 这是一套折磨刺激的定计武器 因为有一位特种兵曾经说过 我不希望在战场上 敌人捡到我的枪就能直接用 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吗 我打死敌人算他倒霉 如果敌人把我打死捡起我的武器 恐怕了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吧 所以啊请允许我到战区 恶心一下敌人 成就一下自己 不应该啊 虽说这个定级武器 但也是我亲手调教的 为了恶心敌人 我更是在法场打法训练两年半 即便这样还是被吊打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我没有开挂 所以啊是时候开个物理外挂 比如快副好耳机 瞧瞧这个 红魔刀锋无线耳机 单看这包装就感觉很有两把刀子 包装呢也更是大有乾坤 银灰色底座上面是耳机仓 耳机呢可以吸附在里面 上面印有刀子一样和经典的警戒线斜纹 耳机本身还是透明设计 主打一个未来科技感 放在桌子上 RGB灯下秀起来 骚得一匹 射耳机又是桌搭神器 为什么我选择这副耳机呢 因为有三个场景能满足我 第一 实在是用腻了夹头射耳机 所以想整款入耳式的 它这是DTSX音频技术 就拿玩游戏来说 DTS的空间音频 可以改变声音的位置 让声音变得更有空间感 哪怕敌人也在你身边房间打假 换蛋 听得是清清楚楚 特别是对付那些老六啊 效果几佳 再加上刀锋TWS 延时低至28毫秒 轻轻变位 对它来说都是机操 第二 就是连接手机 毕竟红膜是手机起家的 所以这耳机对手机机器友好 下一个投玩APP 可以在上面360度预览定制效果 有FPS游戏模式 MOBA游戏模式 听歌模式 看电影模式等等 更有低延时模式可以选择 如果你玩和平精英 高能英雄 王者荣耀 你就知道这耳机多香 第三 用车场景 我的车主架和副架的屏幕 是可以单独播放音频或视频的 副架可以连接蓝牙耳机 听自己想听的歌 和我互不干扰 当然 我更看重的 肯定还是这款耳机的音质表现 所以 有了红膜操穿 无线耳机 加持再定期的武器 咱也能 恶心个痛快 优优独播放音频道 优优独播放音频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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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3 6 7 7 7 8 7 7 7 8 8 9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